大家早晨好,我是大海 这套房子吧,前几天呢,让我一个朋友给买走了 这个朋友吧,他在外地,他来不了 然后呢,他委托我帮忙把这个房子给过户到他的名下 这个房子呢,是一万两千块钱 房屋面积是多大呢,让大家看看啊 我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房产证,这是能过户的房子 咱们先看一下面积啊 175 一会儿呢,就开始办理过户了 办理过户呢,我准备把这个流程让大家看看啊 看看办理过户这个流程是啥样的 因为我家乡这块这个房子吧,都是带小院的 就是一家一户,带小院的 我现在呢,从这个大门进来了 进来以后啊,我这个左侧呢 这是右侧呢,就是长房 就是这家的长房 看看 完了,对了呢,就是厕所 完了,这些呢,是烧火柴 但是这个房东他不送烧火柴哈 稍微就留一点,让这个人来了以后呢 这个朋友来了以后呢,得有点烧火的 这个烧火柴吧,我们当地卖是140亿米 这些烧火柴也得值几千块钱 这有可能这一堆烧火柴赶上房子前了哈 呃,现在呢,这个就是菜园子了 这个园子吧,都是黑土地 到时候房东呢,把这些烧火柴给拉走了以后 完了,这个园子呢,就彻底给倒出来了 呃,那个,那个地方呢,他不是厕所 那个地方吗 师傅,是洗澡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对 他这个洗澡是咋洗澡呢 就是夏天整个大热水袋放在棚上 完了,一塞整个馆给里面,就临时整个洗澡的地方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 屋里边吧,没有那个独立卫生间 也没有那个洗澡的地方 这老百姓就想出的办法 呃,这个房子的墙体呢,是五十厘米厚 先看看这个墙体啊 这墙体是五十厘米厚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五十厘米厚 完了,这个房东呢,之前 跟那个我这个朋友,就是新房东 他俩商量的,把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送了啊 什么锅碗条粉屋里全都送了 呃,还有这个沙发 大水缸,那个家具,这些厨子柜子全部都送了 呃,这个是后屋 这个后屋吧,有一个东北大火炕 这是炕,完了,那个后屋呢,有一个窗户 那个后窗户吧,呃,他整个被给他蒙上了 因为冬天比较冷吧 我家这个地区一年冷个八个月啊 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将近五十度啊 零下五十度啊 所以说都整个被把窗户蒙上了 夏天再打开,呃,就为了为了保暖 这个屋里呢,都是地板 地板上面他又铺的地盒 这屋是水泥地 这屋是水泥地,铺的地盒 完了,整体呢,就是这个情况了 呃,现在开始办理过户了啊 呃,咱们现在出发 我们已经到地方了啊 现在拿着材料,拿着手续 办理到这块,这块,这块 呃,我们现在上这屋里来办理来了啊 完了一会儿进屋里面呢,视频就不给拍了 虽然说是真实的拍摄哈 因为这是办公的地方 呃,我已经到家了 这个手续呢,已经全部都办完了 呃,我跟大家说一声哈 呃,手续办完了 但是过户吧 也到我家乡这个县城去过户 我家县城离我家呢 是150公里 来回就300公里 明天早上起来呢 我跟房东约好了 是六点钟嘴时出发 呃,完了 但是吧,这个钱呢 房款呢,我们也给房东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证 呃,因为这都是朋友之间办事嘛 是不是啊 我为了保证朋友 这个朋友这个资金安全 资金把握 就是这边房产证新证 着是从不动产过户中心着一出来 完了之后呢,交到我手里 完了,再把这个房款 再再交给那个那个房东 虽然说这个一万多块钱 房子,呃,倒没多少钱 但是朋友委托我了 这也是一种信任哈 呃,必须就把这个事 帮朋友那个那个姐办好 呃,这个是 这是金钱办理的东西 把那个申请书已经都填好了 完了,明天早上起来 就出发了 完了,大家看看明天办的顺不顺利啊 呃,这个黄旗呢 是存也生黄旗 我刚过完塞子 过得干干净净的哈 大家看看一点碎都没有 呃,我先把金钱的货呢 给游走 这个黄旗呢 它是泡水煮水喝的 呃,它是补气补血的 就是泡水 煲汤 煮粥 蒜火锅 蒜羊肉 都可以放进点哈 大家看这质量多好 呃,一次泡水的话呢 放五六个粒就可以了 呃,大家要是要想要这个黄旗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连接呢 就是点击出窗 然后在出窗里面找黄旗 我先把这黄旗包出来啊 松盐呢 我从工厂已经求回来了 这都是今年的新松盐 呃,这是刚加工出来的 这一盒呢 是半斤 这个是原味的 它是无糖无盐 就是原汁原味 机械剥芒壳壳以后 放入烤箱里给烤熟的 它烤熟的 它烤熟的味道呢 就是跟那个炒瓜子差不多 但是它比炒瓜子香 它是非常脆的 听听声音 那个瓜子呢 是放锅给炒熟的 这个松盐呢 是放入烤箱给烤熟的 这一盒是半斤哈 都是今年的新松盐 大西岸岭 存野生松盐 呃,大家要是有想要那个松盐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连接呢 就是点击我视频的主页 然后找出窗 再点击出窗 再然后进入店铺 在里面找松盐 现在松盐啊 加工全是成盒的了哈 然后大家下单就行了 完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给悠走 呃,要是下完单以后啊 比如说第二天被发货 就是说明卖光了 然后呢 我再去工厂去排队一下哈 因为现在新松盐都加工出来了 完了 那个就所有的商家呢 他订货的多 我那个也排队 完了 到时候再等了一两天 然后给大家给悠走哈 呃,我今天开始悠松盐 今天后台下单的全是松盐 现在开始干活 嗯,现在是第二天了 现在是掌握起来 四点零五分 我现在起来啊 五点钟 准时出发 今天掌握起来呢 煮方便面 呃,今天我得折腾这一天呢 现在火点着了 今天有可能就吃这一顿饭了 嗯,我五点十来分左右就出发了 然后我去接房东 今天完了 接完房东之后呢 我俩直接去县城了 今天也折腾三百多公里 哈 一会儿看看 这个事儿 过户房子办的顺不顺的 开始吃饭了 你吃饭了吗 没事 这是咋咋咋咋 那你你还跟他去吗 不去 你不跟他去啊 那那我俩就走了啊 那个啥啊 我听他跟我说说的说 还要我家那板 他那个 我说把那个板子不给留两块 他那个厂房不有漏的地方吗 他补补 是这一个 对对对 那板不能留 不能给他 行行 那等到到处再说吧 嗯 不能给他 不能给他 我们已经到地方了啊 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 八点半 提前半个小时到的 他们是九点钟上班 一会儿就从这个门进去了 现在已经进屋了 正在排队 等着过户呢 新房证已经办完了 办完了 走吧 走 办完了 走走走 都睡着了 也得等他 这个房证呢 已经办完了 我跟方东已经到车里了 这个房证呢 现在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哈 直接把那个现金呢 直接给方东 好了 方东说了 回家要我给他 完了 咱们现在 现在就回家 现在回家了 我们已经到家了啊 呃 我现在上这个 原方东家 给他算账 给他钱 几楼啊 我已经到这个方东家了啊 这个房款呢 一共是一万两千块钱 呃 你先数钱 数完钱以后 你给我写个收条啊 那行 对 这一打是一万 你先数 这可以 对 我说你先数一万 这是房东的爱人 他再数一遍 对吧 是不是一万二 行 一万二吧 完了 你把这个收条在这呢 你签上名 那不是 那他写 这不房证是你的吗 是谁 对 签你名 签在这位置啊 签在这 你看看啊 这是金收到房款 是一万年两千元 完了 咱们咱们这笔交易就结束了啊 好 看好了是吧 嗯 啊 那你再看看 我给我写的 这收条 收了一万二哈 对 咱们该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啊 都一五一十的 行 那我就走了 辛苦了啊 没事 嗯 现在房产证呢 都已经办完了啊 嗯 这个到时候 这个房产证呢 还有那个 税务的发票 完了 还有那个 他的收条 就是房东的 收款的收条 还有 还有你 以及所有的 那个 手续啥的 我明天呢 呃 给房 给这个新房东 直接给邮走了啊 所以说 这个房子 那个也过户完了 呃 等明天 完了 我再跟这个房东 还有这个 原房东 完了 让他俩再谈谈 什么时候给倒房子 什么时候搬家哈 完了 明天 呃 咱们一起 咱们一起 那个 那个去看看 呃 还有个事 跟大家说一声哈 昨天晚上啊 在我后台 下单的朋友 这个货呢 我得明天给你发了 因为我今天 给他过户房子嘛 这个那三百多公里 回来这一天了哈 早上起来 四点钟钟起来的 到现在 我这脑子都迷迷糊糊的 今天这活不能干了 所以说 我得先回家 先休息一会儿了 完了 我得吃点饭了 这一 这一天就早上起来 吃完的面条 那个 完了 明天给你们诱惑啊 行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再见